三壙金號入廠 我覺得要兩體 如果說能夠倖敗化便宜其他人 或者由外來輸入 例如檢測、快速檢測的棒 可能都要由其他地方運進來 始終香港這個地方存貨不多 但是你說是否一定要全部靠內地 我覺得又不是 其實有其他國家可能他們都有相對的資源可以幫到我們 第二件事就是他說要派一些檢測人員下來 當然我知道檢測人員有些可能是需要有專業的資格 但其實有很多一些工作人員 他們未必需要有這麼專業的資歷 可能他是做一些勞動性的工作 又或者是一些文書性的工作 其實香港現在很多人都失業的 為何不嘗試去找那些人去幫忙做這些工作 可能是做檢測或者採養的 他可能需要有部份的專業知識或者護理的知識 但我們都知道採養站又或者檢測站 其實都有其他工作人員做一些比較勞動性的工作 搬運的工作 登記的工作 處理秩序的工作 其實很多香港人現在因為疫情而失業 他都可以幫忙 為何一定要找內地的人來幫忙呢 可能我會覺得你找的都是找一些香港缺乏的人手 例如一些專業知識的人手 但其實有很多一些非專業性的工作 其實都可以找回香港人去做 或者香港本土本身已經有能力去處理這件事 我覺得不是說一定要靠中央或者內地 其實只是說你懂不懂得去找資源 或者有沒有評估過自己足不足夠資源去處理這些事情 醫生也是 也是專業資格 現在免註冊 免考試就可以來香港就醫了 我覺得有時候疫情就是看到香港其實很多東西是 很不平衡或者資源分配是很差的 可能醫療其實每年一億的撥款 所以為何公園醫院他們的壓力這麼大呢 其實甚至沒有疫情的時候 公園醫院的醫生或者護士的壓力都很大 或者工作量都很大 更何況現在疫情就更加看到他們的人手或者資源是完全足夠的 我覺得有時候都是一個藉口 抗疫這件事是一個藉口給他去做很多東西是特事特辦 我覺得香港不是在打仗 烏克蘭真的在打仗 很多事真的要特事特辦 或者有很多緊急的法要去推行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些事大家都心知肚明 都不用說得很白 就是你見很多東西都是不用投標 或者直接去了一些可能是內地的一些資產 或者是內地的一些產業去投放 還有我覺得他 就是好像你剛才說的 就是現在已經可以用快速測試去代替的時候 他還去推全民檢測 其實真的很自打嘴巴的一件事 就是不知道他回家自己看到這樣的言論 就是自己說完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會不會覺得自己說話很矛盾或者很白癡呢 我想是他所謂的限聚令 一來第一就是很多時候他很選擇性去執法限聚令 但是可能很多時候限聚令一開始推出來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都仍是 在運動很輕盛的時候 或者仍是正在發生的時候 他的限聚令就是在捉一些人出來去遊行 或者示威 或者去捉這些人 即是他的限聚令好像是拿來當一個檢控的手法 其實他一開始疫情剛剛開始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這個限聚令好像沒有推行過 簡單來說就是他用另一個手段去阻止大家聚集 另外就是我覺得他封不同的地方 或者是關閉一些廚所的那個做法都是很無謂的 你可以看到現在的疫情爆得最厲害的是一些民居 又或者是工作的地方 因為工作始終都是會多人聚集的地方 但是你看到他一直以來的限聚令 或者是封的一些廚所的地方 其實都是說一些不太相關的地方 例如健身室又或者是一些看諾的設施 但是你也要想一件事就是 其實現在大家在面對的疫情 心靈的健康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大家已經在惶恐之中 或者在恐懼之中去生活的時候 你還封了一些大家可以去娛樂 或者可以去放鬆自己的地方的時候 其實大家的身心健康其實為什麼不健康 很多時候我身邊有些朋友其實他都是確診了 但是為什麼可能他病徵很輕微 或者其實他連病徵都沒有 是因為他本身的人都比較健康或者強壯 可能平時有做運動 生活飲食作息都比較健康一些 他有足夠的抵抗力 他就可以能夠對抗到病毒 但是你看到現在整個城好像死城一樣 沒有人會出來做運動 或者沒有人敢出來做運動 就算想做運動他都封了所有的一些場所 其實大家每天都運在家裡 無所事事或者有些人甚至工都沒得回 其實好像一個困獸鬥的情境 大家是更加沒有辦法 或者身體上抵抗不到這個病毒 我覺得由始至終他做很多事 其實都不是針對整個疫情去發展 如果坦白說或極端說 其實封城兩個星期所有人停工 每人派一萬元 可能疫情反而會慢慢消退了 大家不停一個星期的工作 然後每人給大家一萬元做生活費 大家不需要工作不需要聚集 在家裡的時候 疫情反而會慢慢消退 或者確診數字會去到頂峰 但是政府永遠都不會想這些 或者嘗試去做這些事 他只會把所有的錢投放在其他 不是很重要 或者不知為何要這樣做的事情上 其實那間可能每人派一百元 一萬元其實香港都是七百萬元 其實用不到你多少錢 可能比起你建一個新的醫院 又或者是做全民檢測 其實那個錢是差很多 其實可能只是很多份之一的價錢 其實可能就已經能夠做到 你所謂的動態清零 但是他永遠都不會嘗試去做這些 或者想這些 他只是覺得社會要繼續運行 但是我同時都要清零 所以他永遠不會用靜態清零 而是動態清零 即是他的社會要繼續運行 但是他可以清零 但是他這個想法不是實際很貌困 其實我想香港的經濟 應該都是會有很大的狀況 在這一兩年 可能前陣子好了一點的 因為前陣子沒有Omicron之前 或者香港沒有爆發這個新 即是變種病毒之前 其實大家的生活是正常了很多 例如健身室那些都還會開 又或者是食肆都可以冷死 但是到了現在其實這樣的情況 可能你去旺角走一轉 其實跟死性是沒有分別的 即是不會有人再走旺角 又或者不會再見到以前 很多人或者很迫的環境 那些商店或者商店的生意 一定是受損的 而很多店鋪也都因為有員工確診 他就要立刻停業兩天去做清潔 那其實對他們的打擊都會很大 即是不知道那些人信不信一件事 就是有些年份是注定香港會很倒霉的 即是例如97、03、23這些年份 通常都是會很倒霉 或者會有一些大事件發生的 那麼剛好遇到現在就2022年 我想去到2023年那個 香港的經濟應該會進入一個很冰冷的狀態 可能很多股市或者經濟狀況都會變得很差 我覺得是面子問題 即是華人就是要面子 或者他要肯定自己做到一些事 所以他說過的東西就不夠推翻 或者一定要做到盡善盡美、清零 就好像清零了社區或者整個城市就會變得很轉 即是有一個面子的問題 我想外國其實很多國家為何已經放寬這個防疫措施 就是因為他們知道實際的情況已經不可能控制 或者疫情已經是去到一個 他們覺得沒有辦法再去壓止的狀況 他們又知道現在新型電腦病毒 Omicron的威力比較弱的時候 他們就嘗試放寬一些荷擬措施 又或者是他們可能嘗試把一些資源 即是我想外國它和病毒供存 它都不是由得患者自己死的 其實它反而是把資源放回 在真正有需要的人身上 或者急切需要援助的人身上 可能有些人感染了 但是它的症狀不大 或者身體比較強壯 可能它能夠自己康復 可能它們就可以靠自己 但是有些人比較嚴重的時候 資源是否可以放回這幫人身上 或者援助是否真的可以放回這幫人身上 我想外國都是在做這些事 而不是好像說到與病毒共存 就是扔下一些患者 由得它死或者由得病毒在社區中傳播 它們只是不想再因為這個疫情 而令到很多經濟或者人的活動受到限制 其實我覺得香港現在的狀況 都是去著這個狀態 但是政府可能連指問題 它們死都會覺得是繼續要動態清零 但是我想這幾天的一些政策上的改變 是它們真的開始意識到自己是做不到很多事 或者資源上根本是不足夠去做到這些事 所以它們才會用這些這樣的方案 去做一個替代方案 我覺得就一定不適合的了 因為你想想地區、資源、政策上 法律上其實都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它可能下來都只能夠給到一些醫學上的意見 但是始終行政上都是要依賴政府去做 但是我當然不知道政府會不會聽它們說 或者可能是甚麼都相信它 但是我覺得它很不相信香港的專家 就是它永遠都是聽一半、不聽一半 或者當一些專家說的是廢話 當然我覺得專家說的東西未必是權威 就是權威未必一定是適合的 或者是考慮到實際情況 但是可能它們的意見都會有用 但是香港的政府感覺是 沒有甚麼怎麼理別人說話 都是做回自己的事 可能到中央說了它才真的會聽 但是我想那些政策都不一定是適合香港 或者符合香港現在的實際情況